昨天 其實是前天 前天才剛剛到台灣 那是我跟陳先生特地坐飛機去拿的 不然怕被搶走 開玩笑 所以這一台 它這一台的部分可以360度 320度 應該這樣講 它左右刻320度 所以總共是640度 但是它沒有辦法 像大禪師 它是一直進的 故意的一直轉 它是沒有辦法的 這個我們等一下示範 重啟我同意 那我先講說 這個都還沒有看到之前 大家最常問我的問題是 單控跟雙控有什麼不一樣 這兩支遙控器 基本上是一模一樣的 遙控器 沒有因為我是空飛行 它是空雲台 就有所不一樣 所以這一台 如果你空飛行的這一台 剛好放在家裡 沒有帶出來之後 帶那個也沒有關係 再對平一次一樣就可以飛行了 那整個 它整個設計的模式 最重要的 這一台真的很重要 平板 這個平板真的很重要 我們去的時候拿的是舊款的mini 是沒有辦法顯示的 那目前是支援 iPad mini 2 以上 跟iPad Air Android 目前的 App 還沒有出來 那它的這個 App 寫的是真的很複雜 它不再 可能啊 可能不會再有電腦的調查那些東西 完全都是靠這個來做升級 那因為它跟剛剛Vision Plus 不太一樣的地方是 我們剛剛Plus在接影像的時候 它的Wi-Fi是被環境限制住 可是如果你這台移動設備 是有3G的 或是你有在一個Wi-Fi環境之下 你的Wi-Fi環境是保持住的 它只是靠這個線 它做一個螢幕而已 所以它Wi-Fi 你如果這台是可以打電話 就可以用手機 一樣它是會接電話的 沒有問題 啊Wi-Fi也都可以上網 再來就是 你提問好了 你應該會有問題 所以它是要靠線來做連接 沒有 你靠USB線來做 這是螢幕上 螢幕而已 螢幕是要靠線 它裡面是內建高清 裡面有一個高清的 發射當然在它身上 這個一路是遙控 一路是平常 所以是雙部分開的 那如果你看規格表 你會看到有一個5.8G的 那那個5.8G是什麼 5.8G是 我這一支控 跟第二支控 之間的溝通 是靠5.8 飛行遙控 不管是飛行 或者是空雲台 通通是2.4G 所以這個平板 只是 當螢幕讓你看 對 那它很不可以 就是我另外 指示器另外接 來現在馬上接給你看 我這一台除了接平板之外 你看齁 其實我們把獎拆掉 獎一樣齁 他們都是防呆的 對 非常正確 這台平板齁 你看我們 我不要去動搖空氣的掰桿齁 對 意思是嗎 他馬達啟動 這個跟我們之前 跟小白是不是都不一樣 那你說這個平板 是要具備的 醬肉 醬肉 還有自動體能 那我們每一次馬達在騎轉 你有沒有剛聽到 啾啾兩聲 我覺得這個應該會成為 DJ新的一個指標的一個聲音 這兩個聲音就是要把 螺旋槳鎖緊 瞬間鎖緊 所以一定要聽到 啾啾 沒聽清楚 我們再聽一次 那我昨天是發生一件很奇怪的事情發生 那我昨天是發生一件很奇怪的事情發生 如果想要把這個聲音錄下來的時候 我用我的手機錄下來 有奇怪的聲音 但是用別台手機卻沒有 我認為這個是聲納 或者是你們等一下可以提供 我錄下來是這個聲音 錄了一次兩次三次通通是這個聲音 等一下你們可以用你們的手機來錄看 會不會有這個聲音 我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他想要退休 想要換 沒有 另外別人也是用蘋果眼鏡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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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有 你昨天是接你的插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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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手機 插床 插床 對呀 我也不知道 我沒有去看這台的SPEG 所以他這一台不能講這台平板 他這個APP幾乎可以取代所有遙控器的動作 包括說如果你只有單扣 你買的是單扣 你沒有第二個人跟你配合 那我們一般單扣當然就是只扣扶養獎 對不對 我們單扣是扣扶養獎 對不對 螢幕是可以選擇不要 如果你要輸出給大家有的話 你是可以消除的 那平板上面是一定會 那個數據高電來講 它可以就是輸出的時候可以弄掉 這邊在這邊選 這邊可以把它選擇掉 就是上面的輸出的數據 我們可以把它弄掉 就是OSD不要 對 我們可以把OSD給關掉 那這邊的話是沒有辦法的 對 我們可以看到 它的最高功能 對 這個功能是一定有的 那最高畫質 現在它的最高畫質 你如果是Live出來是720 720 720 我們傳輸下來的 因為這樣會比較流暢 那你這一台螢幕要有HDMI 對 像我們剛剛那個那台是 剛那台是AV印而已 所以不行 那我們 電視或投影機 有HDMI 對 HDMI 有HDMI的插頭就可以 對 應該是接觸不 接觸不 那 如果你是單控 這個還要不要看 因為接觸不 只要做可以 OK這樣就好了 所以它這一條線是 一樣是 一樣雙路 來 我們看一下 這一條給iPad 這一條給他 喔 這一條也是 對 它是DMI OK 謝謝 機上的那個機器也接收 跟 就不好意思 也很多是內容 對 這個就是你除了買螢幕 買iPad 買平板 可能你都不需要再買其他的東西 額外的 別的廠家的東西 電池一定是要買DJI的 對 它這一顆 這個它的電池 續航是比較概要 呃 我們沒有實際去測過 但是官方的說法是 這一台是 這一顆是4500的 4500是18分鐘 那它另外 所以它有兩種 另外一種規格是5700的 5700的是22分鐘 這是6S 6S 6S 那我剛剛講說 你單控的話 你想要它PAN 怎麼辦 以前在PAN層上面 就是直接轉機身 那我們在這上面呢 你沒有這個平板 你就沒辦法做 PANEL 好 我轉到320度 就是它的極限了 我現在在PANEL 這邊就到底了 過不去了 好 那你當然可以再拉回來 或者是 用置中 置中 置中 它就回正了 抱歉 所以我如果用第二支 第二支控去控的話 它一樣會有這個限制 一樣 一樣 這個是雲台本身的限制 不是因為要縫氣的關係 也不是因為我們平板不夠大 OK OK 那它的 戶外的飛行 就是GPS 那它有一個特點是 這支遙控器上面是有GPS的 所以新的版本 分成最新的部件版本 它也有一個叫做動態 動態返航 可能你都沒有用過 我也沒有用過 它主要的用意就是說 你可能是在車子上面 站在車子上面 你是動態的在行動 那你在坐在車子上面 你要跟著飛行器 這樣 那你如果切返航 它是回到你剛剛的地方去 那你已經被車子載走了 那動態返航的意義就是 在於你隨時 隨時改變它的返航點 它就是追著遙控器 追著遙控器跑 所以遙控器這邊也有GPS 那 我們PLUS的話就是 利用你的平板設備 移動設備上面的GPS去抓 那它不是一定會有誤差 因為它不是沒有辦法 無行客去抓你現在人在哪裡 而是一段時間去抓一次 一段時間去抓一次 看你有沒有改變 這樣子 那戶外的話 GPS 再來姿態模式 這個都是 我們比較常都比較知道的 那另外一個 燈那跟鏡頭就在這裡 底下這三個東西 那這個是在室內的時候使用 那室內也不是完全沒有限制 之前講是講五米 但是現在我們看到說明書寫三米 三米高 不能超過三米 三米 超過三米等於說它這個 鏡頭照到就比較不精確 就沒有辦法精準的定位 還有光線不夠 地板的紋理不夠 就是沒有花樣讓它可以區別的話 可能就沒有辦法做室內這個叫視覺 視覺定位系統 視覺定位系統可能就沒有辦法發揮它 那像我們剛剛在那邊試的話 可能是燈光不夠 也可能是這個 花紋 地板的花紋紋理不是太夠 所以它其實沒有辦法很清楚的定位 它一直在這個視覺定位系統 跟姿態模式上面跳來跳去 所以剛剛在那個全白的地板上是不行的 應該是不行的 因為它可能也是廣角 所以它還是會照到外面的地方去 那所謂的影像定位跟聲納會有通過 不會啊 它們是並行 它是利用這兩個 才能在幫你在室內做準確的定位 所以剛剛講的是三米的高度 對三米以內 對三米以內 但是如果再高一點的話 就可能會高 你如果室內是在三米以上的話 就沒有辦法那麼平穩 因為它沒有辦法去定到它精準的位置 那你在戶外就用GPS就好 就不用那麼準確 所以我看過第一版的說明書 確實是五米 還有它們發給我的 衛魚答是五米的 但是我剛剛看的說明書 它是十三米 所以有可能超過三米它就可能就關掉 啊關掉就是確定 關掉就是自態模式 對關掉就是確定在就是在自態模式 在自態模式 對自己公主的 偵的一定都屬於我們家 對 這個市場沒有辦法避免啦 那這個就是大家 比服務跟比 我們是DJI們大概也都知道 不管你是買公式的還是買水的 大概價錢上都吃不到什麼太大的角色 對 那就是看看 比各家的服務點 所以你是專門模式那也是有標榜在賣的 有啊有啊有很多 就是當我們這次公司或還是 我們出品的東西 像如果分成的話 我們都會貼我們家的貼錢 那我們的Facebook上面 也都會把經銷商的資料列出來 那或者是你們打電話到公司 那你告訴我你人在哪裡 我會建議你去哪裡買 那這裡是遙遠的遙控距離 他寫是寫大概1.7米對不對 遙控距離 1.7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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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1.7公里 1.7公里 攝影段 攝影段 那個鏡頭 那個畫素 2.7公里 1.4公里 3.4公里 1.5公里 1.7公里 1.7公里 1.8公里 3.8公里 environment 平衡 3.6公里 3.8公里 1.9公里 應該是 然後這邊 交段是固定交段 交段定交 對 目前是定交 那因為他這邊是有留伏比的 這一顆鏡頭是可以拆下來的 那有可能 對 有可能他將來會做這個 這邊是可以上濾鏡 那他裡面是有附一顆會見的名字 遇光的 其他就是只有相片的格式 來平衡尺寸 1080這個4K 4K2430 4K是前面嗎 2430 4K更入到30 對 然後1080是到60 對 這個記憶卡可以裝多大 對 64 64 那他來的時候有附一張16圈 對 他也裝在那裡 對 裝在這裡面 那 那你會不會破 沒有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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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不會破上來 你就浪費了他的這個 整體 因為他也沒辦法回床 他沒有辦法像這樣子 可以裝 我覺得他這一台最貴的應該不是這一台 這個是他附的 預計裡面 在標準配備裡面 如果是相機的話 大概沒有人能消 鏡頭大概沒有人能消 對 這個是可以快拆的嗎 對 我猜一下 不是 不是 有鏡頭 鏡頭前面有辦法 那 一 他沒有辦法 現在有的報價 整排 電池 螺旋甲 遙控器 其他沒有任何零件的報價 那我在拆碼藥鋪就是摔下來不用修了 要不然就是他們還在評估 單遙控器這樣是多少 單遙控器是八 蛤 一萬一萬多 你是說單一隻遙控器 還是遙控器 單遙控器的版本 單遙控器的版本是八千五百塊 稅金外加 箱子是標配 標準配備 而且請問一下 電池的售價出來了嗎 有 有 有 六千 之前傳言是五百美金 那個是一杯上面的嗎 六千多就是了 兩個人去一定帶兩台 不然就一個人去就好啦 那標準配備電池是一顆齁 螢幕放這邊嗎 沒有 這邊放一台遙控器 螢幕可以放鬆有關係 可以放鬆 要大部分都做配的 要可以拿 不是螢幕就是你平平平平的 那有沒有說要充電的話需要充電嗎 它充一顆電池的話大概一百八十分 不會以它的主充能器來的 六S四千 因為它只能有 它這一次的標配裡面它就五位的電池機傳 你一次可以多中幾顆啦 你看 一次可以多中幾顆啦 你看 一次可以多中幾顆啦 對 對 男生你可以在那邊慢慢看 它這個機身 嗯